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的收买渗透 一 中国军舰军机常常耀武扬威绕台 并且坚持绝不放弃武统台湾 习近平好像发现收买渗透 比出兵攻台更省力省钱 网络放假消息假新闻 破坏力不压于大炮灰弹 马英九当政的年间 正好让他可以大力进行渗透收买 建立网络网军 上发假讯息假新闻 台湾许多机关 庙宇媒体 各行各业 各式各样的人物 好像都已经严重被渗透收买了 他们在各自的角落里 或者职位的内外 运用各种方式 专事捣乱台湾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 人心 秩序 让台湾好像样样乱七八糟 接近没有政府的状态 使人容易不满现实 怨恨社会 反政府 讨厌执政党 投票的时候就故意票投反对党 去年一一二四 包括二零一四 二零一六 几乎都可以说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是中国空军 在正在国际空域进行旅行训练 请不要干扰我行动 各位 少爵各位先生 中国的收买和渗透 民间不发现 这是比 他要务力 进攻台湾 国家省份 在马英雄的当前的八年期间 我们台湾可以说 让习近平跟我们渗透很厉重 台湾的苗屋 离家 以及南少接政的所在 好 你看 你如果 拜六星期 你都知道 有很多 里长 或是 廟 有人照 照 自强活动 你出五百块 他帮你帮你帮你一天出土 开销差不多两千块 那一千五块 就是有人出钱 中国渗透的 都好像 你们出钱 但是出很多 出四分之一 还是五分之一 有些还要带到中国渗透 在中国渗透 你只能出鸡票 但没有收尾 出鸡 出鸡 住鸡 吃饭 都能中国招待 这套的渗透方式 其实是很厉害 尤其 这套渗透 以外 他在台湾的 当中的旗艦 也在中国招待大企业 这套渗透 还有一点 他在台湾的整个机关 整个政府团队 我想说 小英接总统夫 总统夫 大多数 整个重要的地方 都有安插 中央的人 所以总统夫的整个事情 就是 不知道总统夫 行政医 全台湾的国际关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中国都姓材 比人更知道 总统夫也不知道 总统姓材 甚至 这个渗透的人 帮助你 台湾的政府 就说 我就怀疑 丁麦 他受益力 那 不知道做一个科研 做的 做的 只有副长做的 也只有副长做的 总统要去拼 像这种事情 就是 盛透 收买 总统把你收买 在 马英雄的 这个 这个 中情的这个旗舰 给你收买台湾 很多 团园 廟屋 很多 人 里面 有的 没有的 让你做生日 这些人 在这样 以外 帮你 王军王 都帮你 假消息 假新闻 让你台湾好像 很乱 尤其 我们台湾的媒体 也都在收买 媒体 每天你補 什么 補 帮我 台湾 台湾 以外 习惊 好像台湾没有好事 台湾 全帮我 全帮我 全台湾 好像是这样 一个 只能把你放一遍 我都怀疑 这媒体 同样的 这就 终于收买的效果 让你做成什么 台湾社会的 人人 很容易 不麻烦 全帮我 也没有 尊敬 那 他们 接政的 就帮我接政党 没这么做一党 所以 2014年 2016年 民政党都大胜 民政党没有做什么 民政党都大胜 国民党都大胜 那就是 也能救同情这几年中 中间同样赏透的效果 给民众大赢 去年同样 民众大赏 国民众大赢 也好笑的 也是这个效果 所以这种东西 家书如果每年 选举国这样来 我们就实战 所以我今天说这个中国的渗透 和既新闻既消息 这个力量是比三国更大 比真出兵打台湾 国家生前到国家生日 影响力更大 但是我们大家要小心 我今天第一段 这个成功的赞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不用客气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